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理事会就不负众望地说 他们考虑把执法范围扩大到其他交通工具 包括汽车的乘客 不过理事会也指出 执法官员看不到汽车内供车男女的行为 所以检举供车男女不能像检举供骑男女一样 因为供骑男女明显可以看到他们亲密地坐在一起 所以是否把执法范围扩展至其他车辆 理事会指出 一切还有待供骑行动的执法效果而定 去年12月14号 公正党顾问安华刚交案在联邦法院的司法程序结束 他必须继续服刑 当大家以为希望破灭的当儿 今天似乎见到一丝曙光 今天上诉庭推翻吉隆坡高庭 拒绝让安华和家人上庭挑战 宽舍局驳回其家属向国家元首寻求宽舍的决定裁决 也就是说现在安华获准挑战宽舍局 让提前获释看到一点希望 另外针对政治分析家断言 反对党将在来届大选中失败仗 今天安华在休庭时就认为败选的说法是不准的 他也表示现阶段是改朝换代的好时机 所以必须团结和凝集所有力量 针对选区分配的事件展开洽谈 麻痹贬值已是不争的事实 大马中华总商会社会经济研究中心执行董事 李星玉今天就表示 在2015年因为油价和ENDV课题 麻痹经历18.6%的暴跌 2016年因为特朗普慎选美国总统以及其他因素 麻痹下跌4.3% 但来到了2017年李星玉预测麻痹经年的表现将会比2016年走强 预计在2017年底 麻痹对一美元能从去年的司令级49仙 上升至司令级20仙至司令级40仙之间 他认为今年令级预料可以回扬 不过目前麻痹依然饱受资金流动的波动性 美国预计将会升息以及国内利润政策及通货膨胀的压力 加上国家银行稳定马币的措施暂时还无法评估是否见效 因此李星玉认为上半年对马币来说还是比较艰巨的 因为市场依然在观望特朗普的经济政策 最后如果要在农历新年期间开车回乡或者是出门的你 可要留意以下这则新闻了 南北大道公司今天就宣布了 为了吸引更多人在晚上开车 以协助舒散车龙 所以在1月27号和30号 以及2月3号和4号 午夜12点至清晨6点 使用南北大道和伊犁大道的使用车 可以享有50%的回扣 另外南北大道公司也公布了启程时间表 并且劝请民众使用以让行程舒畅 那今天的大事记到此结束 谢谢收看 祝您晚安 百个大事记是由NH NutriGrain子骨粮为您呈现 NH NutriGrain子骨粮全面营养 呵护健康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